主席 過去這幾個月,暴力不斷升級 很嚴重地阻礙了我們區議會的工作 以及現在的選舉工程 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所有的候選人 以及我們的義工 甚至是我們遲些選舉當日 所有投票人士的安全 由10月區選報名開始到現在 很多區都出現了針對候選人和助選團 甚至是選民的一些滋擾恐嚇的行為 黑色恐怖離漫著我們整個社會 企圖剋退我們的候選人和我們的選民 很多的建制派議員,包括我自己 都被恐嚇 我們在網上被人起底 又說要燒我們家 又說要殺我們全家 我們的候選人和我們支持的選民 我們的助選團都紛紛被起底 我們有很多候選人要搬屋 住酒店 就是避免了這些恐嚇 我們也看到有很多傷害我們候選人的情況 而下方議員辦事處被縱火破壞 扔汽油彈 我們街上的賣和海報 根本沒有一張是完整的 每張都被割爛 撕完又撕 根本現在都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貼 對不同政見的人動動 以前只是開口罵,辱罵 現在推撞也有,滋擾也有,甚至吐打也有 我們亦有很多候選人擔心他們助選團的安全 其實現在只可以早上做一段短時間的早站 下午出來都已經覺得危險 晚上沒有可能做任何的選舉活動 我們本來每一次的選舉 當然有一些大型的選舉集會 造勢大會、動員大會等等 現在全部都做不到 大部分地區都要取消 正常的選舉活動,我們當然有很多商店 會幫我們貼海報 讓大眾市民都知道何時投票 現在請問怎樣貼海報 我們亦有很多人號召說 那天要取走 拿走老人家的身份性 讓他們投不了票 又或者搞很多免費旅行團 送走些人,讓他們不能在這裡投票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影響選舉結果 我們也看到在街上,橋也好,地 貼滿了抵毀候選人的海報 盡情抹黑侮辱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違反選舉的法例 全部都是目無法紀的行為 這個對我們香港整個選舉制度 以及我們香港的法治 是有很重大的挑戰 我們候選人被人襲擊 已經不是… 怎麼說呢? 開始覺得好像很平常 因為我們每天都收到 不是這個襲擊就是那個襲擊 我們有團隊在街上經常被人辱罵 然後肢體碰撞 我們有民建聯的候選人 舉幾個例子 在大圍被人打 有義工在沙田被人打了兩拳 我們東華選區的候選人擺街站的時候 那些旗翻就不斷被人拆 和扔去馬路 屯門區又有候選人被人扔汽油彈 昨天主席 昨天我們有個候選人 又被十個穿著校服的中學生 揮拳去打 圍著他來打 穿校服的中學生 圍著他來打 是中了拳的 接下來怎麼再做街站呢? 更加不要說何君堯議員 大家都知道 他直接被人插了一刀 差點死 現在做街站的風險是很大 非常之大 我經常都想下去幫我們的候選人助選 每次去到街坊都說 你快點走 你快點走 很危險 我們怕保護不到你 也有很多候選人說 你千萬不要下來 你下來 就算你快閃了 即是我們下去站一會 快閃了 都被人拍到照 接著那些人可能會來圍 圍不了我們 可能圍不了候選人 或者他的義工團 他們覺得更危險 整個選舉工程都做不到 那怎麼辦呢? 現在我們最害怕最擔心的就是 我們的候選人就覺得 如果不站出來街上 就接觸不到選民 是不是? 又通知不到選民 就是呼籲大家出來投票 但是站在街上 又要冒著生命安全 自己一個站也危險 你叫那些義工一起站 就連那些義工也很危險 叫多少個義工出來站好呢? 兩個嗎? 十個嗎? 說真的 我們作為政黨的人 我們不想見到任何人受傷 無論他是什麼派別 什麼政見 但是我們更加擔心的是 我們的候選人 和我們的義工受傷 我們有候選人 哭著跟我們說 他們的兒子老婆聯合 太太 求他 不如你不要選吧 可不可以不做這件事? 為什麼一定要做? 他每一次出門口 都不可以保證自己 可以安全地回到家 為什麼今時今日在香港 想為社會服務出來參選 要冒著生命危險地參選 我們的義工 有些幫了我們 十年 二十年 每一次選舉工程 天未乾 他們就出門 幫我們一起去做 這麼多年來 他們從未試過 好像現在這麼害怕 我們一起面對過很多很多風浪 輸贏不是最大的問題的主席 是安全才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怎麼可以保證 每一個義工 站在街上是安全的呢? 如果他們有些什麼損傷 我們怎麼交回 爸爸媽媽、老公 給別人家裡呢? 如果我們的候選人 有些什麼問題 我們怎麼跟他老婆子女 先生交代呢? 每一天我們都很憂心 我們民建聯有很多人出來參選 每一天我們都擔心 每天打開電話 這個又被人打 這個又可能出事 我們害怕 我們想不到這個選舉 怎樣可以叫做公平公正 我們民建聯的辦事處 議員辦事處 已經有過百個議員辦事處被破壞 種火、桃鴉 入到你辦事處裡 整爛了你的東西 還很聰明 故意剪斷你的電話線 互聯網那些線 什麼都剪斷你 我們怎麼跟我們的選民聯絡呢? 電話都打不到 街上又站不到 電話又打不到 現在有很多人 不懂的電話不聽 我們不可以用我們的辦事處 電話打電話去聯絡我們的選民 通知他們、提他們下來投票 連這件事都做不到 有沒有搞錯? 另外議員辦事處 其實我們是為市民提供服務的 你燒了我們的辦事處 不只是選舉工程 是一般的服務 我們都提供不了 我們很多候選人 或者很多議員 現在要擔椅子桌子 在議員辦事處門口 後面是一個被火燒完的辦事處 坐在街上為街坊提供服務 還要冒著生命危險 他坐在那裡被人 再扔到一個汽油彈 那又怎樣? 誰賠一條命給他? 這些辦事處我們試過維修 維修完被人再打爛 維修團被人再打爛 我們有些辦事處被人打爛了八次 九次 放火燒了三次 上面還要是民居來的 這樣的事情都做得出 現在辦事處被委 我們又要再用錢去買一些新的設備 又要去做維修 有些我們都放棄了 都不做了 橫額我們又要不斷地換 我們印了那些海報 現在不能貼的 因為都不敢叫商店跟我們貼 怕他們被人破壞 以前的士、小巴 兩邊、幾邊的候選人就貼海報 現在哪裏敢貼呢? 又或者 我們有候選人跟我們說 本來兩邊都貼了 接著我們那個 我們的候選人的海報 在小巴那裏被人撕爛 撕完之後就想換回 小巴公司就說 不要啦 你不要再來貼了 你再貼 等一下我們的車都被人弄爛了 這些都不能做 連貼海報都貼不到 這些 這些爛了的Banner 爛了的東西 我們要重新去處理 選舉經費是否應該彈性處理呢? 另外我們這麼多的議員辦事處 被破壞、被火燒 抓了人沒有? 有沒有人被抓過? 有沒有人被懲處? 怎樣避免這些事件再發生? 沒有啊 沒有人理會 那你現在告訴我 這個選舉是公平公正 是安全的 找誰信呢? 我們很多的選民都跟我們說 我們那天怎樣下去投票? 如果我們那天有些黑衣人在下面走來走去 我已經不敢出街了 現在距離選舉 還有幾天而已 我們看不到 街頭的暴力有減退的跡象 我們還看到越來越多汽油彈 越來越多人倒路 越來越多我們的候選人 我們的義工被滋擾 被打 選舉那天又會怎樣呢? 選舉那天又會怎樣呢? 是否同樣都是跟現在一模一樣呢? 我們的候選人當日要由早上7點 或者更早6點就站在街上 站到晚上10點半 然後進入票站裡 我們會有義工幫忙監票 整個過程 怎樣保障我們的候選人的安全 整人在街上 你是否有保鏢派給我們? 是否有人保護我們? 我們現在都想不到怎樣 怎樣可以站 那不站又怎樣拉票? 我本來是應該要走坏了這麼多個區去助選的 那現在呢 各位候選人都說 沒有辦法保障我的安全 叫我不如你不要來了 你不要來了 那怎麼辦呢? 現在怎麼辦呢? 我完全看不到政府做些什麼去保護我們 這個問題不是今天才出現了主席 我們叫了一段時間 還沒報名之前 我們已經看到這樣的情況 報了名之後 情況變本加厲 一點都沒有改善到 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保障措施 如果那天有更多的暴力事件發生 那怎麼辦呢? 有些反對派說 你們建制派經常說這些 靠客人而已 你們自編自導自演 那些攻擊、那些襲擊 何君堯被人捅了一刀 差點死都說是自編自導自演 你被人捅一下 你自己捅一下自己 又說我們怕、怕輸 所以我們不想選 我們要求取消 我重申一次 我們民建聯從來沒有要求過押後或者取消 我們要求的是公平、公正、安全、公道的選舉 主席 我們所有的候選人在地區服務了這麼多年 我們不是空降的 我們為地區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有汗水、有淚水 現在還有血水 我們希望有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 讓我們的選民 可以出來投票表達他們的意見 我們更加擔心當日開票的情況 大家也知道到時候有幾個票箱 當我們看到票落高了的時候 可能某一方覺得 反對派那個覺得自己 garage六輸 他會不會搗亂的票站呢? 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監票員呢? 這些政府怎麼樣保證